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 好像在Pala Alto出了很多的事情 我们也都知道 大家都很心痛 那我们也有很多的讨论 就是关于说 为什么小朋友会这样 对不对 其实现在的小孩的压力是蛮大的 我觉得压力的来源 可能有那么几个方面 就是说一个社会方面的 社区小一点的 那么学校的也有 很大的来源 从家长过来也有 对 那么这个设计 从整个这个社区的来源 我觉得就是说是一个 从Pala Alto来讲的话 这个多元化的一个社区 其实各个族裔都比较平均 对 然后呢 它虽然有很多好处 但是同时也是增加压力的来源 那就是说像华裔的小孩 很多是学习成绩很好 那它在这个比较 就是说单一的这个族裔的这个地区 就怀疑比较多的地方 对 那它大家都是这个去上这个 去上那个 然后都很忙 虽然说都很忙 但是它有一种认同感 那它可能反而压力没有那么大 但是在Pala Alto这种族裔比较多的地方 就是它会看到说 其他的小孩在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然后体育方面可能它处于劣势 大家身体条件还不一样 对 然后它就是虽然学习好 但是它有很多其他不足的地方 那它就会感觉到很多压力 没错 同时它呢 也把这个压力带给其他的族裔 就是说它本来说体育好 那跟其他的小孩学习的也差一点 也差不多 但是现在发现来了一大堆这个 学习很好的 没错 它那一方面也有压力 互相的 就是小朋友互相之间 对 而且呢 我觉得就说我们这些家长 很多都是说是第一代的移民 就是咱们是来读大学 大学来读研究生啊 博士的 所以这个状态又是不一样的 对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奋斗嘛 那就是说一直在这个survival的more 那是觉得对未来有一种担心 其实很多家庭都很好了 是这样 已经很好了 但是还是有一种这种习惯性的担心 没错 但是小孩呢 他没有这个担心 他从小就在这长大 他没有这个 所以这个 他会觉得有一种压力 就是说他本来是对他来说 是一种不太自然的东西 对 家长担心就会自动的传递给小朋友了 对 没错 是的 那像他们就是这种小朋友 他 他们在作息上面是怎么样的呢 那 其实有一个这个调查 就是说很多teenager都是缺教 那缺教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 到了teenager 他的整个的生物中 他会往后移 就是他晚睡晚起 实际上是对他来说是正常的生物中的变化 那但是学校的作息呢 一般来说还是很早 而且呢 比如说他有period zero 他的这种是七点半就上课 那他本意呢 是说给那种这个运动员 就是在学校参加那个体育队的 他去注册这个体育课 但是呢 他不用去上 他去锻炼 但是有的小孩可能真的就是说 去注册了体育课 他真的去上 那他这个显然就缺了很多脚 那他睡得少之后呢 就会产生很多其他的影响 也是增加压力 然后另外这个是这个depression 这个身体上很受影响 对对对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 就是说是文化上的冲突 像咱们这个家庭很多中美 就说中国带过来的文化 还是很浓重的 是是 像我们很多都是说在 中国接受的教育 那个中国的基础 然后呢 在上面再有这个美国的文化 那这个跟他从小就受美国文化的教育 长大呢 很不一样 那比如说有的 呃 我们这个像大一点的小孩 做过的这种考题 我们给那个小一点的小孩做 弟弟妹妹做一遍 对这个来说 对很多华人家庭来说 觉得非常正常的事情 对啊 但是在美国的学校里面 他们觉得呢 这个是相当于作弊的 对 就是不能接受的 对 他小孩都就 就是说他觉得说 家里面的这种价值观 跟他在社会或者学校里面 学到的 经常会有不同 那他就会感到这个 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在那儿 对 其实这也是压力的一个部分 对 是的 是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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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is